作者 异彩资讯 引导地方政府因成失策 精准失策 一成一策 抓好保交楼工作 实现了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 霓虹表示 对于房地产市场不能光看短期 还要看中长期 当前 我国房地产市场调整转型 稳定市场任务依然艰巨 但是 从我国城镇化发展进程看 从全国城镇住房存量的更新改造需求看 房地产还是有很大的潜力和空间 我们相信 只要坚定信心 尊重规律 坚持有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 就能够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霓虹介绍 关于落实好政府工作报告所部署的任务 住建部将聚焦稳市场 防风险 促转型这三方面开展工作 第一 稳市场 城市政府要用好调控自主权 房地产是不动产 上海的房子 广州的房子不可能搬到北京 来满足北京人的住房需求 所以说 房地产市场是以城市为单元的市场 各城市供求关系有很大差别 我们强调要因成失策 精准失策 一成一策 就是这个道理 现在已经充分赋予了城市调控自主权 城市政府就要扛起责任 要根据人口情况 供需情况 以及保障需求 编制好 实施好住房发展规划 因成失策 优化房地产政策 稳定房地产市场 第二 防风险 一视同仁 支持不同所有制房地产企业 合理融资需求 当前 房地产的难点是资金 我们在调研中看到 好的企业有困难项目 困难企业也有好的项目 为此 我们会同金融监管总局 指导地方建立城市房地产融资协调机制 按照一项目一方案提出项目白名单 一视同仁 支持房地产企业 合理融资需求 目前 全国31个省份 312个城市建立了这个机制 上报的白名单项目达到了6000多个 在这些项目中 82.8%是民营企业和混合所有制企业的项目 截至2月底 商业银行已经审批贷款超过2000亿元 霓虹表示 在这里还需要强调的是 对严重资不抵债 失去经营能力的房企 要按照法制化 市场化的原则 该破产的破产 该重组的重组 对于有损害群众利益行为的 坚决依法查处 让他们付出应有的代价 第三 促转型 让人民群众能够安居乐业 去年11月 习近平总书记 在视察上海新时代城市建设者之家时强调 城市不仅要有高度 更要有温度 要让外来人口近得来 留得下 住得安 能成业 总书记身后的为民 爱民情怀 让我们深受教育 我们劳记总书记的嘱托 一手抓配售型保障性住房建设 一手抓租赁型保障性住房供给 以一张床 一间房 一套房等多样化 多元化方式 逐利解决好新市民 青年人和农民工等住房问题 让他们能够放开手脚为美好生活去奋斗